马步方的独子 以红武军团长董震堂为代表 多少红军将士惨死在马步方之手 马步方残忍 反动 还非常荒淫好死 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 被马步方蹂躏过的妇女 不下五千人 这其中包括他身边工作的女性 和他的下属家眷 甚至是他自己的亲属 如此厚色的马步方居然只有一个儿子 这真是老话所说的报应啊 马步方的这个独子 就叫马纪元 马步方 自自乡 他的儿子马纪元 自少乡 可见 马步方对儿子的期望 毫无疑问 马纪元是他的事业继承人 从照片上看 马步方人长得比较淘茫 一看就是居心不良的费类 而马纪元则比较英俊潇洒 简直不像他爹新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马纪元的母亲是 一位汉族女子 她是回汉通婚的结晶 马纪元可谓是含着机要是出生的富二代 马步方自己不学无术 却让儿子受到最好的教育 马纪元也就成为马步方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土匪的儿子读了高中 然后又去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军训班度金 一手拿学历 一手拿军职 在别人看来 这二者无法同时得到 马纪元却同时得到了 因为他的父亲是马步方 马纪元一边还在军校度金 一边就又担任军队的职务 展开全文从中央军校毕业后不久 马纪元就当上了旅长 这一年他才16岁啊 可以说 马纪元是国民党中最年轻的旅长之一 到1941年 马纪元升任第八十二军副军长 军长是谁啊 他爹马步方 第八十二军是马步方的看家部队 也是他们父子的私人武装 马步方当然要让儿子当副手了 1943年 马步方正是将军长的权力保 交给儿子马纪元 那一年 马纪元 只有22岁 22岁当军长 马纪元应该是刷新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记录 但是马纪元这个军长毕竟不是打出来 是有水分的 解放战争期间 随着第一野战军的大举展开攻势 马纪元抵挡不住 他爹马步方先跑了 留下他死守兰州 马家父子的最后堡垒 经过一番激战 马纪元也不塌跌了后尘 跑了 后排最右边站在王洛宾身边的 是马纪元在此过程中 马纪元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 他没有想过起义或者偷诚 因为他知道 马家父子跟红军的仇有多深 临走的时候 马纪元还劝表哥马真武一起走 马真武说他没钱 出去会很难的 最终 马真武留下来投诚 而马纪元走了 随着马纪元的逃跑 马家父子在西北经营了几十年的统治 宣告土崩瓦解 取终人散 后来如何 马纪元和父亲马步方一起跑路 去台湾遭受了冷遇 他们就去了沙特阿拉伯 并在那里定居 马纪元比较能火 2008年的时候 他还健在 听说祖国汶川不幸发生了地震 远在沙特的马纪元慷慨解囊 为汶川捐献了五千美金 这算是马家父子少有的一件功德吧 2012年 马纪元死在沙特 享年九十一岁 这个恶棍挺能火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我看见了 但就是这样 十一岁 我看见了 这么一岁 就这样 我看见了